哈喽大家好,欢迎回到粤语小教室 今天这一期视频呢,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非常实用的 也是超级基础的一些日常的用语 那我相信很多小伙伴都是从我分享粤语电影 分享一些粤语的很地道的用词 的这样一些视频来关注上我的 感恩的心 但是呢,有时候会看到评论区有一些朋友会说 请问up主能不能教一些比较日常的用语 那今天呢,我就先来给大家介绍三个非常基础的动词 第一个,首先会学到的词 那这里呢,我们再加入一个代词 就是东西的意思 就是做一些东西 做事 我给你的附属金卡 你教我做事啊? 不是啦 接下来第二个动词呢,就是 食 食 就所谓 民以食为天 这个我们每天都离不开的词 那加入我们刚刚学到的 野 食 野 吃东西 食野 吃饭 吃 饭 吃 饭 饿不饿我啊? 啊 坐下吃东西啊 为什么会这样啊? 我其实是个好人来的 我都有同情心的 你们猜我不能猜的 快点吃饭 哇 那我们今天要学的第三个动词呢 就是 看 同理的 看东西怎么说呢? 没错啊 看 也 看 也 看 电视 看 电视 看 你看我不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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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总之你硬是 看我不到 那我看到这里呢 你已经学会了三个 最基础的动词了 但是我们要怎么把它 用到对话里面去呢? 我们先来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在做什么? 就可以说 你做么啊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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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再等我说一下你三名的结计 你做么啊? 你走过来做么啊? 那如果我们想要表达 你现在 正在做什么 可以说 你做么啊? 你做么啊? 这也就是我们的一个 进行时的一个概念 就是 什么什么 敢 就相当于 正在做什么 在做什么 你在做么啊? 我在做么啊? 我在做东西啊 我在吃饭 我在看电视 诶? 就这样 我们就学会了一个对话了 是不是? 那你肯定会觉得 太简单了 能不能再来一个时代啊? 没有问题 那我们这边就来 introduce 过去时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普通话的 什么什么了 那就是 左 左 那我们旧版主母 做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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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西 看了 看了 看了书 看了电视 吃了东西 吃了饭 吃了饭 半步钉的朋友 顾名思义 是不能行前半步 或者面露笑容 否则 也会全身爆炸 而死 那通常我们要说过去的一些事情的话呢 一般都会加上 是什么时候 比方说 昨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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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!你昨天做了什么啊? 我今天做了饭 我今天吃了披萨 我今天吃了披萨 我今天抬着Netflix 那就用我们刚刚学到的这几个动词 再加上我们这些实态和代词呢 已经可以组合出很多种不同的对话了 所以看完这个视频以后呢 你们也可以试一下 跟周围一些说粤语的朋友啊 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 就可以拿这句话 拿去问他们 作为一个打开话题的方式 对方肯定会觉得 诶? 这个人 啊 有点意思哦 好 那么这期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啦 我是杰斯敏 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